第1623章 对话 天坟练起塔底层通往岩浆世界的通道中 突然岩浆暴涌而出 玄机一道身影略微有些狼狈的 从熏儿等人错误的目光中冲了出来 线炎哥哥 见到那道身影 熏儿翘脸顿时微微一变急忙上前 没事 硝烟身形一闪落下身来 抹去嘴角残留的一丝血迹 目光凝重的望着那岩浆通道 拳头忍不住的握了我 没想到在那岩浆之底 居然还有着那等恐怖的存在 怎么回事 苏千 蒙天池等人 也是被硝烟这副模样吓了一跳 惊声问道 硝烟如今的实力 他们可是很清楚 但连他现在都是如此的狼狈 那岩浆之底 究竟是有着什么可怕的东西存在着 盲老通知谷员组长他们 消息确定了 硝烟面色凝重 旋即沉声道 闻言 蒙天池等人 面皮顿时狠狠一抖 心脏都是忍不住的 剧烈的跳动了起来 他明白此事的重要 当下也不敢怠慢 直接积极地转身而去 为鼓员等人通传着情报 古地洞服 真的是在岩浆之底 彩林也是有些惊异地望着 拿岩浆通道 开口道 当年他怎么说 也是在这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不过却没有半点的察觉 闻言消炎点了点头 寻起将岩浆之底所发生的事情 大致地说了一遍 而当迅尔等人 听到那岩浆之底的空间中 居然存在着 一道足矣和古猿 浑天地这段强者媲美的 神秘生物时 脸色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巨变 还好 那神秘生物 似乎不能脱离那片空间 不然的话 今天怕是会有些大麻烦 消炎苦笑了一声 略微有点庆幸的道 从那大家伙展现而出 的实力来看 若是被他闯出来的话 这里恐怕 无人能够制服他 唉 接下来便等待着联军 开服而来吧 这一次 若是赞扬魂族得逞的话 恐怕边真是 没有转机了 消炎轻叹道 若真是让魂天地 得到那雏形地单 那么说不定 便是能够让他 突破至斗地层次 到时候天地间 将无人能够 与其抗衡 即便是联军 也不行 熏儿等人文言 也是点了点头 现在也只能 如此做了 魂界 大殿之中 你说 任我失败了 大殿首座之上 魂天地双眼 微眯地望着下方 贵妇的一道 正滴滴颤抖的身影 声音淡淡地道 是 不知为何 我们的行踪 被消炎等人所探测 魂幽等人 刚刚抵达黑角域不久后 便是为消炎等人 紧追而至 而他们 也尽数 葬身在了消炎等人手中 下方的身影 满头的冷汗 不过说话间 倒还是 颇尾的清洗 消炎怎么会知道 他们的行踪 魂天地面色微沉 道 组长 消炎曾经是黑角域 嘉南学院的学员 这一次 恐怕只是那学院 感觉到危险 所以方才请求 他的帮助 以属下看 他肯定不会知晓 我们的目的 那人急忙道 哼 那小子狡猾如虎 谁能知道 他心中所想 而且若不是事先 便是有所警觉 就算那学院临时 给他发送求救信号 他能及时赶到 一旁的虚无吞言 冷哼道 门言下方仆腐之人 张了张嘴 却是 诺诺应试 你的意思 消炎难道也知道了 谷地洞府 在黑角域的消息 魂天地眉头一皱 道 这可是他们费尽心急 方才凑齐谷 所得到的刑绑 那消炎怎么可能 就直接知道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是说那小子 在黑角域混迹过吗 谁知道他是否是 觉察到过什么 虚无吞言 眼中黑眼涌动 沉声道 而且不管他 有没有觉察到 我们也是 开该式行动了 不然到时候 若是真出了什么岔子 对于我们来说 可是极重的打击 嗯 池则生变 魂天地略走沉吟 也是点了点头 显然消炎出现在 黑角域的消息 让得他有些不安起来 那 古猿怎么办 虚无吞言道 最近古猿一直都是监控着 魂族空间 若是这里 大批强者出动的话 必然会被他所觉察 我已让人在那西北地域 构建了连接魂界的空间通道 到时候你出手 带人马出动 赶往黑角域 至于那古猿 我去托住他 魂天地淡淡地道 嗯 文言 虚无吞言迟疑了一下 也就点了点头 只要我能得到 那古地洞府之中的雏形地单 所谓连接 也不过是蝼蚁而已 魂天地抬起头 望着大殿苍穹 脸庞上 浮现一抹冰冷笑容 轻声自语道 星界一座石塔之上 古猿盘坐其中 浩荡的灵魂之力 波荡在其周身 令得这整个石塔中 都是弥漫着一种 可怕的威压 在这等威压下 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人外 其余人皆是不敢靠近 这石塔百丈范围 石塔顶端 古猿面沉如水 双目为臂 浩瀚无穷的灵魂力量 融入虚空 以一种玄奇的方式 探测到魂界所在的方向 然后化为一丝丝灵魂之力 将其尽数缠绕 如此一来 只要那空间 有着细微的波动 都将会被它察觉 在古猿这等 不断的探测下 那虚无空间之中 突然有着空间 剧烈的蠕动起来 玄机化为一道人影 覆手而立 在这道人影出现的时候 远在石塔之上的古猿眼睛 却是突然睁开 旋即一声冷横 身形一动 便是消失而去 再度出现时 已在那道人影的面前 魂天地 望着面前那一席白衫 显得颇为儒雅的男子 古猿眼中 却是有着寒芒掠过 当年次人 如今 已唯有我二人在世 这世间 果真是无常 魂天地望着古猿 却是淡淡一笑 道 其余二人的陨落 可与你有着不小的关系 古猿冷笑道 魂天地不置可否 他看着古猿突然道 你若是能与我合作 待得日后 我进入斗地 定也会助你一力 古猿一正 倒是没想到 这魂天地 竟然会说出 这种拉拢之话 但寻祭 他便是一笑 道 呵呵 你认为可能吗 真是可惜 你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让我正事的人 四爷是知道答案 魂天地 有些惋惜的摇了摇头 抬头望着虚无的空间 突然 喃喃道 都说 斗地强者通天彻地 但你说 为何当年 那些斗地强者 现在却是消失的 干干净净了 古猿眉头微皱 并没有回答 这些答案 或许会在我 进入斗地时 被解答 魂天地盯着虚无的尽头 眼中有着一抹 既已光泽夺过 寻祭他转头 看一向古猿 昂然一笑 道 这天地 束缚不了我 他的话 狂而傲 然而却自有一番 滔天气势涌动 即便是古猿 也是未曾因此而笑话 因为他明白 这个几乎与他 明争暗斗了 千年时间的对手 的确拥有着 这魄力与潜力 你是想 要将我拖住吧 古猿盯着魂天地 突然到 以他的精明 自然是看出后者 现在没有动手的意思 而既然如此 很显然 对方只有一个目的 将他牵制住 门言魂天地一笑 算了算时间 笑道 时间想必该 也差不多了 古地洞府 在黑角域吧 古猿眼睛一眯 再度道 这话一出 那魂天地脸庞上的笑容 顿时微微一凝 旋即散去 轻声道 你们果然知道了 他并没有特意地隐瞒着 因为他也明白 既然古猿都说出了这种话 那么必然有着不少的了解 否认的话 也是徒劳而已 呵呵 看来 天不住你 古猿笑道 鹿死水手 很快便知 魂天地瘫了瘫手 旋即他顿了一下 说道 是 消炎的缘故 他所说的 自然便是为何古猿会知道 古地洞府所在的最终原因 古猿笑了笑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真是个祸害 魂天地忍不住地摇了摇头 心中有种莫名的味道 谁能想到 这落败的肖家之中 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人 即便是他的魂族 都是屡次在其手中吃鳖 如今更是连古地洞府 都是被其率先所探测到 都是那些蠢货 一直瞒着一些消息 魂天地清探 若非消炎逐渐地在中招上脱颖而出 恐怕他依然是无法知道 后者居然逃脱了 魂族的重重绝杀 而在他知晓这种事情后 当年的少年 确实已经鱼翼见风 碍于诸多计划 他也是无心顾忌 谁能料到这小小的失误 竟然会为他们 缔造出这么大的麻烦 小去他的话 你会尝到苦果 古猿一笑 沉默了一下 继续说道 他或许比消炎更优秀 哦 魂天地眉头一挑 但笑道 呵呵 评价很高啊 不过魂族 能让他第一个消炎陨落 自然也是能让第二个继续陨落 古猿 接下来 我们便黑角遇见吧 魂天地周身的空间 缓缓扭曲 寻寂他的身影 便是逐渐的消失而去 望着魂天地消失的背影 古猿眼中寒莽闪动 身形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 星界的议师大厅中 看向雷影等人 手掌一挥衣 沉声道 联军开赴黑角月 这一次 必须将魂族给阻拦下来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苍穹 第1624章 624章 大战来临 嘉南学院 一条林音大道上 不少学员来来往往 少男少女的特有朝气 弥漫着林间 对于即将而来的大战 他们并不知情 因此 倒并未感到慌乱 各种言谈间 倒是不离当日 硝烟献身时的 那般景象 而语气间 也是充斥着各种的 崇拜与狂热 在一棵苍天巨树上 硝烟难得悠闲地 躺在上面 望着蔚蓝的天际 嘴中咬动的草根 也是逐渐地弥远开 些许苦涩的味道 好多年都是未曾如此安静地 躺在学院里 看着天空了 唉 好多年了 硝烟黑毛微垂 忍不住地轻叹了一声 现在回想当年在这 嘉南学院修炼的情景 历历在目 然而就仿若是眨眼般 他却已然不再是当年的 那个青涩少年 是好多年了 耳旁突然传来一道轻声 硝烟眼眸微睁 望着身旁那拥有着一对 修长而性感的长腿的美女导师 却是一笑 嘴角不自觉地 跳上一抹戏虐 道 嘿嘿 腿真美 门言消遇俏脸忍不住的一红 狠狠地刮了萧妍一眼 说道 这么大了 还是没个正经 萧妍嘴角含笑 双臂叠在脑后 并未说话 这种安静的气氛 他很喜欢 这些年来 他被魂电魂族 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因为他明白 唯有不断拼命地修炼 方才能够摆脱 那被一座大山压成粉末的结局 而且在他变成粉末的时候 他的家人 他的家族 也是会如此 大战即将来临 萧妍明白 这或许是决定性的一战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 那原本紧迫的心 反而是放松了不少 他所能做的 已经完全做了 他也尽最大的努力 让他自己变得最强 如今便是等待着 结局的时候 萧玉在萧妍身旁 优雅坐下 偏头望着 那微眯着毛子的脸庞 这张脸庞 比起当年 更加的成熟与坚毅 隐眼间 原本的清秀 也是横变成了一种 另外的魅力 这是一张 很耐看的脸 萧玉红唇微微一敏 在嘉南学院 执教这么些年 他见过不少 所谓的青年才俊 其中有不少 对他展开过 疯狂的追求攻势 不过最终 却是尽数地 败下阵来 因为当他每一次 拿这些人 与面前的人相比时 总是会摇头 经过这些年的历练 他也明白 面前的男人 是如何的优秀 甚至说璀璨 若是没有学员关系的话 那就好了 有时候 萧玉的心中 会有着一些 奇怪的念头涌现 让得他面红耳赤 不断地在心中 骂着自己不要脸 哈哈 思春啊 不知何时 萧玉的眼睛睁了开来 他望着身旁 银压轻咬红唇的 美女导师 笑道 是啊 这一次 萧玉明眸泛动 却是 炎然笑道 这般回答 倒是患得萧玉一愣 若是正常情况 萧玉应该是 悬脚送来才是 当下抬起目光 望着萧玉的美眸 其中仿佛有着 什么东西在流动 旋即他倾可了一声 收回了目光 见到萧玉 收回目光 萧玉咬着红唇 银牙微微用力 然后波动逐渐的 隐藏而下 盯着萧玉 轻声道 谢谢你 萧玉再度一愣 玄机笑道 有点莫名轻药啊 这是上次回加玛帝国 那些族人 让我带给你的话 萧玉微笑道 萧玉愣了愣 嘴甲的笑意 变得温纯了许多 现在 在萧家那些小一辈 甚至不少老一辈 可都是把你当神一般 别人骂他们可以 不过 若沾染上了你 那就是必须红着眼 动手了 有一次一个族人 为了此 可是一个人冲上一个宗门 萧玉轻声笑道 轻轻的语气 如同是在诉说着家常 分外的温暖 他们这个神啊 当初可被骂成废物呢 萧颜咧嘴笑道 小金眼 那都是很小时候的事了 你还记着 萧玉甩了萧颜一个娇媚的白眼 道 萧颜笑笑 耳边听着萧玉轻声续语地说着 萧家之中的事 看着那蔚蓝天际 这种感觉似乎好多年 都是没有享受到了 萧宁与萧妹 前些年便是回家马帝国了 据说 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强者 祖中前些年 想要选一个组长 选来选去 所有票选 写的都是你的名字 让那些长老哭笑不得 萧玉一个人轻轻地说着 半晌之后 方才微微一顿 看着身旁紧闭着眼眸 连呼吸都是变得平缓了许多的男子 这个时候的萧颜安静得 如同婴儿一般 她睡着了 当看清楚萧颜现在的状态时 即便是萧玉 都是忍不住的一愣神 旋即眼眸中略过些许 怜惜之色 玉手小心地搬着萧颜的头 放在自己柔软的双腿上 低头望着那张脸庞 嘴角的笑容 显得极为的柔和 族人们都知道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 那些重担 都是你一个人在抗 为了保护这家族 你一个人 在生死之间努力着 现在族中不少小家伙 都是在使劲地修炼着 他们说 变强了 就能帮到你了 高耸的巨树上 茂密的树枝延伸而开 清风吹来 凝合而轻柔 萧玉轻轻地吐了一口 蓝香般的喜稀 望着那张安静的脸庞 玉手刚雨轻轻扶上 那原本紧闭的双眸 却是突然睁开 在那黑眸睁开的刹那 原本的安静顿时散去 黑眸中 凌厉的 连灵魂 都是有些颤抖的波动 再度涌现 正正地望着那一刹那间 便石油安静 转变成凌厉的脸庞 萧玉的御手 也是不着痕迹的落下 豔然笑道 行了 嗯 萧颜微微点头 玄机站起身来 目光望着遥远的天际 淡淡地道 他们来了 闻言萧玉已惊 因为与萧颜间的关系的缘故 一些隐秘 她自然也是知晓 萧颜口中所谓的他们 究竟是何人 太快了 萧玉皱着戴霉道 通知大长老 将所有学员都聚集起来 不然的话 一旦开战 他们经受不起 萧颜沉声道 门言萧玉也是迅速地点了眼头 郊区一动 便于撤退 而萧颜迟疑了一下 再度道 多谢了 萧玉姐 听得这道称呼 萧玉倒是愣了下来 这是萧颜游戏以来 第一次叫她姐 两人从小到大便是不对头 一见面便是争吵不休 乖小弟 姐姐看着你大战穷风 萧玉 炎然轻笑 旋即飞略而下 在其转身时 毛子略微有些暗淡 他们 是姐弟 萧颜站于树顶 覆手而立 她看了眼萧玉落下的倩影 却是轻叹了一声 她并非傻子 有些事 她自然是看得清 不过一些事 或许很难会有结果 甩了甩头 将心中的那些惆怅情绪甩开 然后目光凝重地望着天际的尽头 在那里 她能够感觉到剧烈的能量波动 这种波动 已经并不陌生 在萧颜沉神间 身旁有着树道身影闪现 正是勋儿 彩琳等人 混组来了 梁女望着天际尽头 问道 萧颜点了点头 低头望着下方学院 此刻学院中 所有的导师 都是带领着学员 丢着广场上汇聚而去 一副紧张的气氛 笼罩着 这封天地 此番交战都小心一些 萧颜望着身旁的 勋儿与彩琳轻声道 你也是 两女轻轻点头 萧颜一笑 突然上前一步 手臂伸出 在勋儿与彩琳 微红的脸颊上 将两女揽进怀中 低声道 此事若是能够安然解决 我们便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文言 梁女眼中 涌动着羞涩与喜意 点了点头 拥着梁女 微微的温存 萧颜便是掠下巨树 出现在广场上 手掌一挥 空间便是裂开 巨大的裂缝 裂缝通往天幕之中 大长老 放心 我已经嘱咐了其中的生物 不会伤害学员 打开空间通道 萧颜望向苏千道 小家伙 多谢了 苏千微微点头 冲着萧颜深深地 行了一个礼 然后也不敢怠慢 一马当先 便是掠进了空间通道之中 在其身后 密密麻麻的学员 也是如同潮水一般 涌入而进 在学员进入天幕时 萧颜深行再度升空 望着远处 那里的天地 突然黑云涌现 然后 黑云以一种 快过惊雷般的速度 飞快地涌来 在那黑云中 滔天般的气息 弥漫天地 望着那般 惊天动地般的声势 萧颜也常常地吐了一口气 拳头紧握 连军也到了 一口长气吐出 萧颜目光转向北方的天空 那里同样是空间剧烈蠕动 铺天盖地的身影涌现而出 划破长空 带起响彻天地的破风声 对着迦南学院 暴略而来 望着那弥漫两侧天地般的阵仗 萧颜心头突然豪气涌动 仰天一声长笑 笑声如雷 轰隆隆地在天际之上扩散而开 方圆百里之内都是清晰可闻 萧祖 你要战 今天便陪你战个痛快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 第1625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